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乐报我不讲场》 今天有我余荣酿和身边有郑仲辉 二尘你好 辉哥你好 大家好 今集又讲讲 好像我们以往这样的都不幸 有些对过身的知名人士 我们特意讲讲 就是在7月26日 就是上个月 刚刚完值了的靖空法师 当然他也不仅叫靖空 传个名字是昔靖空 昔是解释的昔 他原名令我经常想起 另一位知名人士的画家 徐碑雄 他叫徐叶雄 靖空大师的真名 他生在1927年 但是上个月26日 就刚刚完值了 很多东西都可以跟大家讲讲 正空法师是高兽的 96岁 但是他在84岁那年曾经有一次 他都跟一些帝子说 他可能会原职 有个关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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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过了一直之后到现在 有十几年 我以往经常看到他的节目 就在电视一个卫视来的 人间电视台 就是当时还有一些很知名度高的主持人 例如潘安邦先生 潘安邦先生是彭一首《爱婆的澎湖湾》出名的 张明敏也翻唱过的 这个电视台 专是宣扬佛法的 宣扬佛法 就讲很多做人的道理 不是纯粹说教 有些东西是真的引导人向善的 我想出家人要入世 如果出家人完全跟你讲佛计 可能你听起来 你好似真是不惜人间烟火 尤其是正空法师 他整个学问 不只是在佛教 他好像另外一位大师 不是佛教的大师 就是我们的汉河大师 是如中而下 亦是这样 就是他们所认识的 认识的东西是很多 而且不是一般人是认识的 譬如正空法师他认识的是什么呢 除了佛教的学问之外 原来那个伊斯兰教的学问 包括伊斯兰文里面的可难经 他都熟读的 基督教呢 是的 他本人也有研习哲理 他的哲理就不是很深奥 就是深入浅出 他教世人去怎么分析一些道理 他说的话都非常幽默 但是他去到晚年的时候 他没什么声音了 是靠个麦克风 他用气套出来 很不清楚 但是都听得到的 因为有节目 就是很多人去听他说佛法 可能尤其是晚期 就是晚年的时候 就觉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原来那些人听到他的声音 喜欢的 已经很舒服 就是很有这个灵静 那个定心 多得网上有短片 虽然大家现在不可以在人间电视 看到他活生生的演绎 看回以前的影片 上YouTube有很多人可以看的 另外也有一些不同的 很高知名度的大师级 包括有还在生的 有声闻大师 也走了有好几年的 聖炎法师 他们所留下的短片都很值得看的 其实我看这些佛教的佛法节目 其实里面大家不要想着他很深 就是当然他说深的东西 当然很深 有些深的 比如说金刚经那些 深一点 但是他讲到很多 我们日常生活上的东西 和佛法之间的关系 那其实很 就是很 因为余色道三家 其实我们一般 我们中国人 受的伦理思想 都是以瑜伽为主 但是瑜伽和色 色就是佛教 其实他们都有共通之处 瑜就是孔学 孔学 孔色道 色是释迦牟尼 道就是老子的独教 所以余色道在我们中国整个 我们有宗教也好 我们伦理也好 我们伦理也好 我们处事也好 都离不开这三个东西 三个宗教也都有联合的团体 一起去推动一些 道人向善的东西 或者做一些善举的东西 澳门余色道的联合团体 都要经营孔师奋祥 嗯 想谋这间寺院 他没有这么说 他说这帮人既然喜欢这间寺院 我就送给他 那真的 他整间送给他 然后他将他 几个徒弟 又带了去其他地方 其中一个最近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澳洲 其实他将 那里拿到一个勋章 是啊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国家得到很高的荣誉 嗯 那在一些国家 他真的不似于声闻大师 嗯 他都有很多个著作的 我以前曾经买过一些 我看下去觉得 哇 很高度的智慧 当然 声闻大师现在还有著作 也是很高度的智慧 而那个圣严法师 他是佛教 知名度高的人 第一个拿到博士级的 他在日本读这个博士的 嗯 我想呢 这几位 就是 殿堂级的佛教领袖 有一个共通之处 是 就是他们的共通之处 他就对于那个政治 是比较是温和的 和幽默一些 是 是 他们就不会 就说 我是支持 哪一个 就会是 不支持哪一个了 那么 他就说过 一番说话 就是 是 正宏法师说的 那么他说 蒋介石 毛泽东 和孙中山 呢 三个都是天上派来的 这样呢 就是 你也是天上派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呢 就 上天呢 就找了两个人 辅助孙中山的 嗯 一个叫做毛泽东 一个叫做 蒋介石 但是 因为呢 呢 孙中山呢 在某些事情 犯了错误 所以呢 就是 上天呢 很快就收回他 嗯 他也有说到耶稣的 是 也有说到习近平的 是吧 所以他 他就 当然了 他就不会 倾向于 哪个党 哪个派 没有 他也不会说 他将这些政治人物 怎样去批评 也是没有的 嗯 他也有少少 不是属于一种批 有少少平 他形容 习近平 是菩萨来的 嗯 所以呢 他在 两岸三地 或者全世界的 华人社会 大家 不会因为他的 政治的取向呢 会是 倾向某一边 那我想 作为一个宗教人士呢 这件事呢 都是便于他呢 去将他的 就是 学问 他的 佛法 去弘扬呢 就没有那么多 阻碍了 那他通过电视台呢 也都将他的一些道理 很清晰地 一路传扬出去 从而呢 令到很多人呢 听了之后 又 归依佛门 也都有的 嗯 我想呢 就是佛教呢 是 跟其他宗教呢 其他因为伊斯坦那些 我就不熟悉的 就难以评论了 但是如果跟 譬如 基督教啊 天主教啊 这些这样的 就是 那个比较呢 那始终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佛教呢 是真的比较接近 我们中国人的 一般的 传统思想 那有些人 已经当了佛教 就是中国一路下来的了 嗯 其实这个就由印度 最初传入来的 那至于你说 这个可兰经呢 我都曾经在 马来西亚 买过几本的 但是可惜呢 天甲事件就 毁于一旦了 嗯 所以呢 就是我就看呢 虽然说 澳门是整个亚洲 是第一个传入 天主教的地方 是 就是我跟你都是 讀天主教学校 就是多多少少 都是受过天主教 一些的道理 听过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佛教呢 他给人家的感觉呢 就是比较严肃一点的 就是我的感觉 所以呢 他真的 是参与佛教的信众呢 现在呢 都是第一个 你一定是要 在中文那方面呢 的知识会比较多一点的 现在呢 就很多推崇 就是说佛学 佛学 佛学就是真是一个学问 就不是以一个宗教去论它 而佛学里面呢 很深奥 我觉得呢 是比诸天主教 基督教呢 其他的宗教 都为之深奥 因为你看那些佛经呢 哇 有这么多本 里面也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那么 以前呢 最初就说 唐三藏取西经 一直不只是取的 你还要将它翻译的 所以那个工作很繁重 是吧 那么后来就说 原来 你将它全部的精华呢 就可以放在一本《心经》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 今至今 很多佛教徒 都经常要默写 或者抄写《心经》的 那么 正好法师呢 就没有太过说理的 嗯 他慢慢说出来 一个伦理 一个逻辑 让你去了解 而他跟大家说的话 是深入浅出 是不难明白的 是 其实呢 宗教呢 包括天主教也好 其他的道教也好 佛教那样 其实正好法师呢 都说了很多 关于往生的东西 嗯 就是关于很多 就是大家呢 其实很多人去 参与这个宗教活动呢 都跟大家 是对未来的往生呢 一些的好奇 甚至乎恐惧呢 是有关系的 是 你知不知道 台湾呢 对于一个人 快来往生 就是 还是离楼之際 就有很多的仪式 活动 也都有一些 在内地 去举行都有 那么一个人 他去到某个年龄 这个就是 属于自然的死亡 但是有些不是的嘛 因为疾病 因为他受了意外 救不了 都还有多少日的日子 所以 就要帮一个人做往生 找一班的子弟 众经啊 或者就是 跟他谈些事情 之类的 所以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就是 当然了 我们应该在在生的时候 就做多些事情 但是呢 就是往生 才是大家最好奇 或者最担忧 不要说一定 他怕担忧 那所以呢 就是在这一方面呢 就 靖空法师呢 是很多篇的文章呢 他都讲到 包括呢 他讲到自己呢 就曾经开过天眼 看过 就是那个 往生之后 会大概是怎么样的 那 又是时间问题了 是 我们真的要找机会再讲了 好吗 好啊 多谢辉哥先 好啊